简介司马师 自紫园和内温县人 三国十七曹魏权臣 细进王朝的奠基人之一 进宣帝司马义 与宣慕皇后张春华的长子 进文帝司马昭的同母兄 进武帝司马炎的伯父 司马师沉着坚强 雄才大略 早年与夏侯玄和燕齐名 高平陵政变后 以功封长平香侯 宣家卫将军 司马义死后 以辅军大将军辅政 独揽朝廷大权 次年升为大将军 掌权后 他制定选拔官吏的法规 命百官推荐贤 整顿刚纪 使其各有执掌 朝野肃然 司马师也有卓越的军事才能 曾用计于新城之战 击溃吴国诸葛克的大军 假平六年 魏帝曹芳与中书令李峰等人密谋 除司马师 事情泄露 司马师杀死参与者 破过太后费曹芳 改立高贵相攻曹芳为帝 此年 亲自率兵平定冠秋剑 闻亲之乱 回师途中病死 十年四十八岁 十号中午 后被追尊为晋锦王 西晋建立后 被追尊为锦皇帝 尿号失踪 人无生平早年经历司马师 早年迎娶夏侯上之女夏侯辉 二人欲有舞女 据经书记载 夏侯辉知道司马师不是曹魏的忠臣 司马师也对出身夏侯家族的妻子非常顾忌 青龙二年 司马师毒杀夏侯辉 曹魏景初年间 司马师担任散其常事 多次升迁后担任中护军 他设置选用人才的法规 推计人才不超越其功劳 官吏无从逊思 后来司马师母亲去世 司马师为他守丧 获得孝子之名 加平元年 司马亦发动高平民之变 司马师亲自率兵屯司马门 控制京都 事后 论功封为长平相侯 加为将军之旨 而事变前夜 当司马亦将计划告诉司马师与司马昭后 司马昭担心得整晚都睡不着 而司马师却像平常一样安睡 次日清晨 会冰司马门 司马师镇静内外 至阵甚整 司马一看到之后 颇为感叹 我的这个儿子 竟然这么厉害 当初 司马师阴阳死十三千 散在人间 至今日 以朝而及 众人莫之所出 大功告成后 司马师阴功被封为长平相侯 十一千户 不久 司马师被加封为魏将军 战功卓著 加平三年 亡灵反叛 司马师携带着 杨子司马忧 跟随司马懿出征亡灵 在平定亡灵之后 司马懿去世 司马师成为 辅军大将军 执掌魏国军政大权 加平四年 升为大将军 一遇攻取东吴新建的堤坝 十二月 发兵攻打东兴 并听取诸葛丹的计划 分三路攻击 主力放在诸葛丹自己的部队 并驾起扶桥 东兴之战 司马师任命司马昭作为都督 并由司马昭统领 征东将军胡尊 镇东将军诸葛丹法吴 战于东关 但却被诸葛克所击败 朝臣众议 要把诸葛丹等参战的武将下扁职位 司马师把战败归咎于自己 并说道 我不听功休 以至于此 此我过也 诸江何罪 司马昭因为是都督 所以被削弱称毫 其他武将都没有过大的惩罚 只是将防区对调而已 假平五年五月 吴国太傅诸葛克派遣二十万大军包围合肥新城 朝廷纷纷议论 担心分兵攻打怀思 并由守住各个水口的打算 司马师说道 诸葛克刚得到吴国的权力 欲使用意识的权力 合兵于合肥新城 希望再次成功 没有空余时间攻击青州和徐州 况且水路口岸不单止一个 多防的地方则用多兵 少防的地方则不足以抵御 诸葛克把兵力全都集中在合肥新城 就如司马师所料 并派司马福都诸军二十万防御 镇东将军灌秋剑与扬州刺史文青等请战 司马师说 诸葛克军队轻装深入 投兵于绝境 兵力的锋芒难以抵御 况且新城小而坚固 攻击也未能马上攻克下来 命令诸将以高磊来对待 诸葛克相持数月 攻城兵力力竭 死伤过半 司马师命文青都浅精锐部队会合 要其断诸葛克的退路 冠秋剑等将断后 诸葛克惧怕而顿逃 文青上前大败敌军 斩首万余人 善行费力加平六年二月 曹芳打算令中书令李峰 太长夏侯玄 光禄大夫张基等人欲发动政变 废除司马师 欲改离太长夏侯玄为大将军 但计划泄露 三人被司马师诛杀 一灭三族 废章皇后 为国一时陷于混乱 同年 司马师对曹芳有所猜疑 废曹芳为其王 司马师本打算立鹏城王曹剧为帝 但郭太后要求立高贵相供曹茂为帝 在郭太后的坚持下 司马师争执不过 于是派使者盈利曹茂到洛阳登基 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继续掌握大权 淮南二畔正元二年 镇东将军灌秋剑及扬州刺史文青起兵反司马师 并把自己的四个儿子当成人质送到东吴 向孙两讨好 却并未得到东吴的大力支援 春一月 冠秋剑 文青度过怀河由寿春向西进发 没有办法导落洋寨徐昌 走到了向县就停住了 司马师吩咐监军王姬带领前锋部队扎在南盾 对冠秋剑 文青监视 并派诸葛丹带领豫州的兵 进攻寿春 派胡尊带领青州 徐州的兵 携出桥县与今日的商丘之间 断绝冠秋剑 文青从向县回归寿春的路 司马师自己亲率主力 屯聚在汝阳 另外 司马师又叫邓爱带一万多名泰山诸军部队 到乐家县 做出不堪一击的样子 引誘冠秋剑 文青出击 冠秋剑果然就叫文青来打邓爱 司马师就指挥大谷骑兵 从后面袭击文青 文青打败 冠秋剑在向县城里听到消息 慌忙弃乘而走 冠秋剑走到慎县以后 躲在河旁的草丛里 被老百姓射死 文青一口气逃往了东吴 冠秋是与文氏两家的人 凡是留在魏国的 都一起被斩杀 惊吓而死 当初文青之子文央带兵席营 司马师惊吓过度 再加上本来眼睛上就有刘己 经常流浓 致使眼睛震出眼眶 于正元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痛死于许昌 中年四十八岁 二月曹毛素负临调 十号中午 贤西元年 司马昭受封锦王 只遵司马师为晋锦王 贤西二年十二月秉吟 司马言称帝 遵司马师为锦帝 秦牧称俊平林 妙号失踪 亦是典故为人沉稳 司马师为人沉稳 司马一将 高平林之变计划 告诉司马师与司马昭后 司马昭担心得整晚都睡不着 而司马师却像平常一样安睡 事便当时 司马师亲自率兵屯司马门 控制京师 事后 论功封为长平相侯 加为将军之志 均正能力司马师沉着坚强 且有雄才大略 与夏侯玄和燕齐名 虽燕齐名 但司马师不论带兵作战或政治能力 皆远胜上述二人 主要成就司马师掌权后 制定选拔官吏的法规 令百官推荐闲财 整顿刚技 使其各有执掌 朝野肃然 军事上 司马师也有卓越的才能 他曾用计于新城之战 击溃吴国诸葛克的大军 并指挥平定淮南三畔中的灌丘检 文青之软 中文青之软 刚才有充满地 反正人之软 中文青之软 词 中文青之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